其實當時做維修等等很好賺 前景 沒有前景 但如果是一個文化 好像玩電腦 這樣才會令到多一點錢 去流入這個行業 才可以令到這個行業 可以持續發展 這間店舖以前是做DIY的 但早幾年就開始轉型 做一些手機平板之後 現在可以看一看 其實已經全部變成周邊的東西 電腦已經不是一個必需品 路線才是必需品 總之我沒有電話 有上網 有Wi-Fi 不管了 我看到Youtube 有影片看到 搞笑就沒有 辛酸就有 有汗出 就沒有糧出 我剛好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一間網店 網上的Youtuber 或者媒體 其實碰到砌機的東西是很少很少的 當時只有你 Gran仔 沒有了 有些人只拖行李箱 就去日本 買IC 買RAM 就蓋一箱回來 就賺到錢 以前是很容易的 是甚麼 誠意推薦 陳寶記 那時候有很多的騙案 聽到人說 落黃金被騙了 其實都是這十年發生的事 那我今天 本身要做的就是拆貨 還有整個庫存系統 還有收拾一些單 還有簽一下票 就是這樣 那 但是如果你 拍攝就不想落心水埗 因為不知道人家中不喜歡你拍 因為我要到處走 去店鋪裡面